其實因為近日港鐵這麼多連串的事件發生 所以現在市民已經是經攻之了 一聽到有問題就會十分之憂慮 所以大家都知道大圍站其實是兩鐵的交會點 每天有很多很多市民都在大圍站出入 所以港鐵必須要出來認真地去交代 查清楚這個事件 講清楚那個原因和補救的措施 還有最重要就是要向市民保證 就不影響現在大圍站月台的結構 還有怎樣未來都可以保障到那個安全 一天未能夠保障到不影響大圍站月台的安全 一天就不能再開工在上面起樓 所以這個是我們十分之擔心 還有希望要釋除公眾的疑慮 我相信這次對於市民來說是非常關注的 因為連串的港鐵事件已經令到大家的信心是有些動搖的 但我必須要強調這次港鐵是按它的機制 就是檢查的時候發現它的沉降在2CM阻礙 就向政府回報了 政府也都是有機電工程署去核實 我剛才也跟港鐵那方面了解 他們是主動出來向公眾交代 以及向區議會提供有關的資料的 我覺得這種開城報工的做法我要肯定的 也都可以見到港鐵是可能吸取了過去遮遮埋埋的做法 而這次是用一種公開這件事的情況 我覺得是值得參考 亦都希望它日後有事件的時候 都盡量公開用一個最坦誠的方法 向公眾講出事情的因素 我也都希望這件事它是要繼續加緊去監察 尤其是如何做鞏固的工作 亦都要隨即展開的 因爲它的沉降是2cm 但如果不理它可能會不會有進一步的沉降呢 那如何鞏固不要讓它再沉降呢 那這個我希望港鐵都是 當它有方案的時候 都是向尤其是沙田區的區議員去交代的 因爲它們都會受到很多市民的查詢 在之前西鐵的時候 它是沒有出來交代 我亦都沒有向區議會去提供資料的 那這次它第一時間已經向區議會提供資料呢 我亦都是覺得這種做法是好的 是的 那我們民建聯的沙田的區議員呢 現在呢就安排著呢 就打算立刻去延場 看清楚那個實際的情況 因爲我們都要真是告訴市民 究竟在哪裏 以及解答剛才市民的問題 那這次港鐵呢 就自己出來講 總比被人揭發的 那但是呢 對很多市民來說 都是覺得不夠清楚 那我們希望呢 政府和港鐵都是加強溝通 最重要呢 都是保障到大圍站月台的安全 和乘客的安全 那這次已經是第三個 那些車站的繼續下去以外的情況 那些車站是需要做的 其實是如何集合一些不同的車站上樓呢 那在它的三十米範圍裏面去打裝呢 就是會有一個這樣的監測系統的 那但是在三十米以外的範圍呢 其實就不會跌入這個負例的範圍之內的 那三十米是否一個要求的數 就只做到三十米呢 這個我相信日後呢 可能要再斟酌的 尤其是可能三十一米或三十五米 那個地盤可能距離都不是太遠的 那港鐵會不會都是關注的呢 因為現在已經有三個站呢 是因為附近的打裝工程 而是出現一些沉降的問題 那我們更加關注就是 有監測的地方都有三處 那有些時候出了三十米範圍沒有監測 那個數據會是怎樣呢 所以我希望港鐵在這次的事件之後呢 它都要研究一下 是否可以將那個監測的範圍 進一步擴大 那確保呢 就是那個站是不會有一些 不知程度的一些沉降是發生了的 所以你認為MTRC 應該要設定更多 random checking 去關注的卡嗎 我支持MTRC 應該要設定更多 random checking 去檢測的案件 在這次的案件 我們發現在過去幾個月 已經有3個案件 所以在未來 我希望這個檢測是需要的 KD 謝謝 大家好 賺聞